第一个是秦江下台之后 首先就是赵立坚的老婆拍手掌 就是说他是避免的 就是说是受到整治 不是一个健康问题先 第二同一时间军队是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 军队不是一个只是火箭军的 就是说他的儿子 有一个领导的儿子在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而导致资料滋漏了不是这么简单 看来就完全不是这么简单了 为什么呢? 因为7月21号和22号 军队出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就是习近平主持的 那个叫全军党的建设会议 全军党的建设会议 接着习近平刚刚去到西部战区的访问的时候 视察的时候他也特别说要贯彻全军党的 全军党建设会议的一个成果 那个什么成果呢?大概读一读给大家看看 我不敢乱说这些 不敢背 赞明强调他说刚好那次全军党的建设会议 是对巩固党在十八大以来对我军加强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成果 第一个是讲党对军的领导 就是说要讲共产党对军党的领导 第二个就是党对军的建设成果 包括军改 军改刚刚发生了大概两年左右而已 火箭军当然不是军 都是军的一部分 由这个二炮部队变成第四个集团 第四个军种 这些都是党和军党建设的成果 接着就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开创我军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接着他就说要全面贯彻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就是总结党的十八大 特别是由古田全军 古田是一个地方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来 我军党的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重要经验 持续推进 这要跟重要的地方讲 这些重要 全面推进就是从严治党 从严治军 就是要严厉管治党 也要同时严厉管治军队 接着就着力解决各级党组织 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好了 第三点是党对军的绝对领导 第四点就是抓住备战打战的能力 就是打仗的能力 要有打仗能力 第四点 第五点落实就是管治党 管治党 就是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等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 他说现在就熟了数 就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军 第一个说法就是说 党可以有这么多干部领导在下台 或者被查军是一样的 军是没得借面的 就是说党有人腐败的话 军如果有人腐败就跟党一样的 就是从严治党也是从严治军一样的 他这个最后的券都是突出问题来的 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有的 而且是突出的 第二个他就要 就是要着力解决各级党组织在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就是告诉你 各级党组织是对军队的各个部位 或者各个范畴 各个板块 和各个组别 或者各个级别 都有一个领导能力的 就是党是自军的 不是只是中央军委 由习近平或者甚至乎是政治局管理的军队 不是的 是整个党的组织 其实都有自军的一环 这个似乎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就是说军队有一份地方是不受管理 不受管理 可能在采购方面 在商业方面 在军队的建设方面 都是不受管理 好了 第三 就是要找避战打仗的能力 就是说 连避战打仗能力都是突出问题 就是说部分的避战和打仗能力都做得不好 避战的就是说 我一叫你 就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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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召集的了 要有准备 随时打仗 避战给的好的 随时作战状态的 这方面呢 都未必做得好 甚至乎部分军队的作战能力 都是有问号来的 这些可能他找了很多其他小问题出来 这个也是突出问题来的 好了 跟着最后 就要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问题 就是说 如果出现了 刚才所说的 包括党治军的时候 军不听话 或者军队有腐败 跟着他上面的上级领导 就有政治责任 这也是突出问题 就是四大问题 这四个问题 都很清楚 可能概括了 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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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错了火箭军 似乎有一个比较重大 和比较是广泛 而且是夸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情况出现了 如果大家记得 魏凤和 就是前方的部长 就是火箭军的第一个总司令 副司令 就已经刚刚自杀死了 这个原副司令 就在七月初自杀的 有人传出他自杀是否有问题 特别一点 他自杀之后二十几天才出负文 就是说 他会不会 他也是在今次的风暴当中被查 和被整的其中一个人 而因为官阶高 所以最终他是自杀了 也可能是政治责任好 或者从严治党 从严治军好 可能是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不是说现在 不是说这一个月 或者这几个月 火箭军的领导司令 或是副司令 因为正司令 和现在的副司令 和上一任的副司令 都是受查的 虽然还没有公布 但是南日早报都说得很清楚了 即是说 火箭军暂时看到四个人 一个人自杀死了 另外 死了一个 跟魏凤和在拍的副司令 是之前的了 是2010年的副司令 在今年七月初自杀 跟着就出现了 一个正司令 两个副司令 一个副司令 就是现在的 一个副司令 是上一任的 都被查 即是说现在 正在火箭军 就不是我们正是所知 有人在美国 舍物 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现在在说 越拉越长 是在说 2010年到2023年 这十几年来 在火箭军建设的过程里面 出现的问题 包括可能 刚才说的四大问题 从严治都从严治军 可能就是 党对于军队各级党的 领单位 对各级军队的 一个领导或管治 包括政治责任 和打仗能力 这四方面都可能有问题 即是说 可能在军队方面 发现的问题是比较巨大的 这个总体来说 可能 对地区稳定有些状态 因为起码 对台湾的作战 肯定是一个阻碍 好了 另一方面 就跟秦江有没有关系呢 秦江可能在这个船窝里面 即是可能在这个船窝里面 是当这个军队受到调查 不是说短时间 也不是说 是查一两个人这么简单的了 是查比较长时间 和复原阔一点的 是包括魏凤和 做政司令员的时候 的一个副司令员 那魏凤和 就已经 顺利地 step down了 顺利地免职了 是今年三月的事 那 似乎魏凤和 就不受牵连了 但魏凤和之外的人 都受牵连了 那 接着会不会秦江 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真的不自量力 那就是向 军队的部分人 提供协助 或者保护 或者掩饰 而从而令到 习近平拍桌 有人就说 秦江是由习近平选择出来的 秦江之前做这个 在礼賓局那时候做的时候 不知道是礼賓司 还是礼賓科 做的时候 他就接触过 接近习近平的 是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还有就是提供 所以秦江才可以 这么短时间之内 有几级跳的 那最近这半年 就是说他升做外长 和各部委员之前的半年 他两级跳了 那 这一个可以这么说 你说他真的是 习近平提供的 但是大家就不要 有人会说 习近平提供的人 现在下台 那会不会影响到习近平的威信呢 这方面要看清楚 谁不是习近平提供的 现在所有现在在的 就是整个领导班子的人 都一定经过他的一个 项头的了 那就绝对没有一个 是不是他项头的人 如果有的话 那就不需要出现 就是胡锦涛和他那一幕的 胡锦涛不断揭文件 后面就有人跟他说 不要看了 快点再看了你 就是说可能那个列表 就是那个政治委员的列表 只是胡锦涛已经不是一个 就是可能就是那个列表上面 外面怪异的情况 而你想想哪一个 不是习近平选出来的 或者不是习近平抬头的 如果有人不是的话 胡锦涛就在了 那就是简单说 就是说 全部人都是他的人 然后如果你做不到 我一样动你 因为大把后备 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觉得秦光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没有了 就是完了政治生涯的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 可能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 如果有全国人的常委 突然开会去免职 好像是很厉害的 因为政治委员 就是真的是副国级的职位 不是外长 外长不是副国级的 政治局委员才是 是副国级的 所以就是 会不会就是 那个委员的位置 冻着在那边 遲些才面子他下来呢? 那可能还是未停的 我想秦光没有了 而会不会秦光 会有一些很严重的 追究责任的情况呢? 我想未必有 就是可能会是低调一点 那就已经 不再存在圈子里面了 而秦光当中呢 会不会秦光 除了军队方面 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呢? 是较突出的问题呢? 都有机会的 现在大家看到呢 中国在这个世界博弈上面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强攻很成功的 那譬如呢 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呢? 拉拢了沙特阿拉伯 从沙特阿拉伯 从沙特阿拉伯去建立了 非常之紧密的关系呢? 那又或者呢 在俄乌战争当中的滑船工作呢? 曾经派过特使过去呢? 是俄罗斯湖哈兰 和在欧洲到处走呢? 不断提出方案呢? 那现在那个时候 那就是大约呢 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前呢? 那好像突然间呢 就是一个外交取得很折折的成就 那但是跟着呢? 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 那可能呢 那个外交成就呢? 原来发觉呢? 是折折地出现了一个败退 或者出现了一些问题的 那现在看回呢 就似乎问题浮现出来了 那这个就不在中国的政治圈子里面了 现在在世界的政治圈子里面了 那现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呢 在近这两个月呢 是不断强调全球南方 即是说呢 包括东南亚国家 包括非洲的国家 包括南美国家 包括南亚国家 包括印度 那很强调呢 全球南方是将来呢 对于世界经济上的 一个呢 就是一个领导 或者一个重要的组成 因为人口多啦 人口的年轻啦 将来是一个呢 就是发展 就是发展动力 和一个制造的中心来的 那基本上 全球南方呢 是在西方眼中呢 是绝对是会代替中国的了 肯定的了 因为中国人口老化啦 西方成本上涨啦 你都不用讲政治的 不讲的了 自然呢 就会落了去巴基斯坦啊 尼印尼亚 这些呢 埃塞河比加 这些人口 或者印尼 这些人口很年轻 人口足够的地方 好了 那接着呢 开始出现了情况 那其实昨天呢 前天啊 普京呢 就和非洲联盟了 普京呢 的落牌呢 都落得很清楚了 你见到普京 这次的落牌呢 都清晰的 那就是呢 当中国的代表 不断呢 又突出十几点的 就是中国自己 说了十几点的一个呢 就是和平方案啊 代表的周围走啊 这样的 得到的回应 不是很强 不是很大的 就是不会有很强烈的回应 那接着呢 当非洲联盟 在六月去了 这个呢 就是 吴基库访问 见了吉尼斯基 接着七月呢 就去到俄罗斯的 帖北部呢 参加俄罗斯和非洲联盟的 高峰会议 那已经受到欧洲的压制 或者收到呢 就是美国压制的了 上一届呢 就是上一年呢 就有四十二个领袖 整个非洲领袖 整个非洲领袖都去了 那几乎的 今届呢 定了十七个而已 但是十七个当中 重要的都去了 譬如埃及啊 南非啊 科罗摩 科罗摩就是现在 非洲联盟的流入转席 都去了的 好了 这次普京就特别了 跟他们一谈呢 不只是说呢 如果普京就说 现在非洲联盟提出了 一个和平方案 我现在愿意接受 我愿意呢 就参与这个和谈 他如果这样说呢 每个人都说 是说的嘛 你整天都说呢 就愿意的 好像一向就说他愿意的 是啊 很可能不愿意的嘛 这次普京呢 就跟呢 非洲领袖呢 是谈到凌晨两点钟 凌晨两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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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普通事来的了 就是说呢 他很认真跟非洲领袖聊天 就谈到凌晨两点钟 才呢 决定接纳非洲领袖呢 那个呢 就是和平方案 就是滑船 那这个出现了呢 就是全球南方的国家 就拿了一个牛耳了 好了 全球南方的国家 那是否代表了 某一个势力 某一个政治版图 或者一个版块呢 还没有的 但是接着就来了 那沙地阿拉伯呢 不知道呢 这个真的是高手啊 沙地阿拉伯呢 是已经在美国和西欧 就是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之下呢 是将会在8月5日和6日呢 在吉达召开一个呢 就是和平的峰会 那个峰会呢 没有俄罗斯粉的 不过呢 有扎连斯基 就是乌克兰粉 也都有南非哦 就是说呢 科罗摩南非呢 本来已经和俄罗斯谈了 他就不用飞去呢 就和扎连斯基谈了 就直接拿回个方案 拿回和普京谈的东西呢 就放下去呢 就去吉达 就去沙地阿拉伯谈 而且呢 另外印度啊 或者巴西啊 那些都要参与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没有中国份 又是没有中国份 你会突然间见到呢 就在全球这个新的板块 形成的拓程里面呢 本来中国就在那里很厉害的 拉完旗的 而且呢 就不仅是单止政治的 还拉完呢 就是 可以说三层一点 是拉起了经济的 拉起了货币的 拉起了结算的 拉起了人民币国际化的 好了 突然间呢 在大家在打飞机的时候 即是很开心的时候 是觉得很厉害的时候 那些香港建制派还说呢 人民币会代替美元呢 在这个时候呢 原来呢 国际局势已经变了了 第一呢 沙地阿拉伯呢 已经变态了 那他的态度变了 那他变了什么呢 就是 挨了去西方了 突然间呢 就跟西方好像抹了面子 突然间呢 就跟西方朋友了 你记住喔 当布林肯呢 访问完以色列去沙特阿拉伯 面对的那个 是接待都很比较低的 即是说那个 内容谈的内容 接待都低一些的 但现在呢 原来在暗底之下呢 沙特阿拉伯已经跟 就是欧洲和美国谈碟了 由沙特阿拉伯领头 欧洲和美国都不领头 也都不给法国领头 也都不给土耳其领头 给沙特阿拉伯领头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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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王储威回 王储要终于威 好了 那一次王储就解决了 他在土耳其 扎割了记者的问题 拉舒吉的问题 也都解决了 就是他要站在世界 一个重要位置的问题 现在呢 就是不仅是中国给你站 不仅是上合组织 也不是俄罗斯 仅是给你 现在就是欧猫 欧美都给你了 那就是说 沙特阿伯现在呢 是白面玲珑了 那就是俄罗斯又可以 中国大陆又可以 美国又可以 欧洲又可以 那在今次之下呢 拉着南非在这里 拉着呢 就是本来 巴西去中国访问呢 又有人觉得 巴西挨在中国岛嘛 那现在巴西又去呢 这个呢 沙特阿伯呢 是参加一个峰会 那连着美国 连着呢 欧洲 那很明显的了 8月5日、6日呢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向 这个转向 除了谈俄罗湖谈之外 就是怎么样 什么条件之下 停战呢 是说这些都不重要的 他打呢 其实呢 已经是代理战争来的了 打与不打呢 就是美国和欧洲 给不给武器继续打的 这个已经是代理战争 就是Poxy来的了 好了 最重要一点呢 就是现在全球的板块 或者全球的一个地缘板块 或者是一个 结盟的一个 就是活动当中呢 似乎呢 美国又领先了 拉拢了巴西 南非 以及沙特阿拉巴 当大家觉得 喂 他们还在金珠五角呢 就说呢 要抗大又盛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飞机构大了 这个燕花构大了 其实美国已经在另一方面呢 又有一个进步了 会不会巡纲在这方面都抗一锅呢 就作为外长 他应该呢 就是紧紧固着这些成果 以及保障着这些国家呢 都是捱着中国的 会不会呢 就是这些成果这么短暂 几个月之内没有了 那会不会巡纲 都是要背 部分责任的原因呢 可能是都未停的 嗯 你讲的就是另外一个 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分析的结果 你看到的 其实呢 都很明显的了 8月5日6日都出来了 现在说的主族呢 就是 重心就是我战争的停战 其实不是的 这个不是重心来的 重心就是呢 原来世界的板块移动呢 是有新的格局的 嗯 就我们表面上是见得到的 就是秦光就当完了外长之后 见到在一些重要议题上面 中共要转方向的 可能你都留意到 在联合国上面 俄罗斯进入乌克兰 哈里麦也说过 是应该归乌克兰已经很重大了 是啊 是啊 而且我都说联合国有一个俄罗斯进入乌克兰 如果进入字眼的那个犯案呢 中国是投赚神票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 可能大家去查一查 像你说的 哈里麦也说 如果说俄罗斯打输了之后 哈里麦也归谁呢 我不知道哪一个大使说 那当然是今天归入乌克兰 所以它的风向都变了 跟努沙耶的讲话是完全不同的 会不会这个做法就令到 就是这个世界盘棋又变了呢 或者因此而揹握呢 你要记住了 秦刚和王毅之间都在斗的 王毅本来一大堆 放在外交部是他训练出来的 秦刚一去到就已经没有了 最经典的折腊 或者现在的发言人都完全不同了 那整体来说呢 就是可能是很多样东西的一个混合物来的 秦刚和王毅之间 那就是秦刚在本身的国际关系上面 或者板块移动方面呢 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 那中国已经察觉到了 那现在也都已经没得救了 譬如三星期又挨回到美国那里了 本来捉了他回来 现在又挨回到美国那里了 马上去到土耳其 那会不会在拉攏着土耳其呢 就是说有些板块在移动的情况之下 部分已经救不了了 而一些还没移动得完的 就立刻拉回他呢 就是可能是谁都没受到的 那这一个呢 就可能其中一个呢 是秦刚要面对着一定程度上的责任的一个因素 那你说这些是不是他腐败要懲处 也未必哦 只是说呢他做了一个位呢 就是没有足够的能耐守着这个位 嗯 所以这个 我看一看另外一个领导人 匪制的领导人 嗯 也一样啦 全球的领导人 这个有些搞笑的咯 我一提到旁边 我不去中国大陆了 是啊 他原本有去访问中国的 那他因为他看守的时候跌倒 看守的时候跌倒 就撞到 图子撞到政府大陆的入口处的门 撞到我头 所以他就不去中国大陆了 他就说那些衣服流了血的血迹 头上绑着那些绷带啊 所以不去中国了 所以这个都有少少显移意见 就是他不想中国靠拢 之前呢就是澳洲和新西兰呢 联合啦 就撕压啦 就不想南亚国家呢 跟中国之间呢 建立这么多的协议 包括警察协议 那这次匪制不去啦 那整个程度上都是一样的 全球南方呢 包括了呢 在战略位置很重要 虽然经济不重要 的一些南方的赌国 包括呢 就是匪制啦 也包括了呢 是由巴掌生肌内压 一路向东 一路向东 在太平洋的一些赌国 那些赌国呢 一向都是澳洲控制的 但是呢 就控制不住了 澳洲呢 政治 是出了一些动荡 控制不住了 那中国呢 就乘机呢 都不乘机啦 很成功地呢 就是覆盖了的地方 那也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来的 就是美国和欧洲 整天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来的 那现在呢 似乎也都呢 有些反抗了 那就是匪制的总理呢 就决定不去中国了 那你说呢 由这个全球南方呢 就是由这个太平洋的岛国呢 去到印度呢 去到南非呢 去到巴西呢 那你见到 似乎是一个政治 地缘政治的格局 和呢 那个结文或者板块方面呢 是有很重大的变化 嗯 但是你说到外交部那边 其实习近平他想走什么路线呢 你刚刚说的路线之争 赢了 如果是七美派 是路线啊 不是路线啊 不是路线啊 习近平是要赢的 是要我们要崛起了 就是我们要真真正的民族复兴了 我们占世界的版经济版图 应该是25-30%的 人口也是占这个相定比例的 所以我们全球的华语权 是一定要去到那个水平 不是说要做一个呢 就是领头羊 最少去到25-30%的水平 要做这个水平呢 就是他看到一个情况的 就是呢 他一定要和他频密做生意的伙伴 他知道这个伙伴不再是欧洲 不再是美国的了 因为呢 这个美国和欧洲 随时都可以停他的 他知道这个伙伴呢 只能够找一个新的市场 他知道不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再这样做下去呢 俄罗斯始终呢 都是选谷的经济而已 只是选谷的贸易而已 他知道这个市场呢 包括可能南非啊 巴西啊 印尼 这些大些人口国家 很简单而已 印尼 巴西 南非 加上个人口的四亿几 等于欧洲人口 那如果他们将来发展起来快的 那和他做生意的 那个变民做得好的 那这个是将来的大市场 那这个也是中国现在想的了 就是说呢 知道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幻灭的了 是啊 你带我发展 你带我上来 但是现在呢 你不要了嘛 你不要我就要找新的市场 找新的市场呢 就唯有找全南方这些国家去找 在非洲人口 就是总是找些人口大国 印度 巴基斯坦都是 或者呢 就是尼尼尼亚系 苏丹系 阿塞尔比亚系 这些占有1亿的人口 或者越南啊 泰国啊 印尼啊 巴西 阿根廷都是 那就是 加上来呢 可能是十几人口了 那跟十几人口 做着长期的 生意 再将一带一路呢 就再紧密些 就令到他们呢 就再联系起来 那呢 就再加上人民币国际化 那这个伊盘综合的棋呢 某个程度上 就是将现在 中国的经济板块上面的 依赖呢 改变 由依赖欧美呢 改成呢 依赖了呢 全球南方 或者是新兴国家 这个就是本身中国的一个希望 那现在似乎呢 这盘棋下这个博弈呢 是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阻制 嗯 最后我记得 潘先生好 比较关注泰国的政局 泰国政局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泰国政局呢 就是现在前进党呢 都是就范了 那似乎前进党呢 就只能够最多屈袖 成为一个反对党 那如果呢 那现在他信呢 就在香港呢 是呢 就在搞局的 那明显地的了 他信呢 就是第二大党 就是呢 他信的女儿啦 就贝丹东的一个呢 就是泰国卫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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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二大党 141席啦 那还有76席的呢 这个呢 就是这个叫做泰智豪党啦 就是泰国的前卫生部 现在 就是泰国卫生部长呢 领导的泰智豪党 76席 那就是第三大党来的 那第一大党呢 就是前进党151席 那本来呢 就是泰智豪党呢 就是属于建制派的 属于军方那边的 那边的 因为他最少就是一个呢 就是民官 军方里面的民官 那呢 他就某程度上 握着军方啦 那但是今次似乎呢 他是将会和他信联合 那形成了一个呢 那就是呢 就是一个呢 就是呢 就是呢 就是领头羊 那就是说呢 那将来呢 就很明显 就会由呢 为泰党再加泰智豪党呢 是组织这个联合政府 而呢 就会将呢 就是这个呢 前进党奔了出去 那在政治上呢 他信和泰智豪党呢 就会强调他们 不会接受 也都不赞同呢 现在这个前进党 要求改革刑事帐条例里面第112条 即是有关黄室没有黄室的法律 即是说他们不会了 我现在拥护黄室 又用拥护黄室成为一个政治借口 将前进党泵出去了 前进党有关的法案都不用思想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相对小的反对党 而太朝党和他讯的伟泰党将会执政 也都很明显了 他讯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对于他讯来说 他本来预计选举的结果没有那么败落 他败落当中 其实现在皮塔的前进党也拿了不少议席 只要皮塔不在前台 皮塔很大机会会被宪法法庭 可能是就着他的政治生涯 可能会说句话 因为可能今次的宪法庭 是会将他的政治参与 就是说政治生涯就是说句号 就是要在十年之内不准从政 如果是这样的 就是说前进党又要找一个新领袖出来的了 就是连续两个领袖被人顿了冬沽 是不能再从政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又不是官员 又不是进入联合政府 难点是拿分数的 也就是说泰治豪党和违泰党有机会就继续壮大 好了 另一方面 他讯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摆明军方在说数了 就是他8月10日附近就会回泰国了 理论上一回泰国就会被拘捕 接着就会被落案检控 最高盈罚十年是最高的 据个是最高的 罚出来可能只有一两年而已 甚至乎有些是罚钱或者换营代替的 他会不会跟军方在谈一些秘密协议 就是交换给军方继续在这个做生意 和军队的特权 不碰他 大家各据一方 从而就让他讯可以回泰国主持大局 在他有关的刑罚上 在有关的罪人方面 轻轻赖过算数 可能是不一定的 就是说今次有黄蜂美后针出现了 就是泰国的前领就他讯 和泰国自由党的阿努廷 形成了黄蜂美后针 今次前进党受到一定程度打击 还有一个巧妙之处 今次很难引起泰国的示威 学生出来示威 甚至乎已经发生了社会事件 因为暂时来说泰国仍然是宁静 整件事拖长了 而且从军队一开始 巴育一开始就愿意放弃权威 某程度上令泰国人的反抗 情绪低了 再加上这件事拖长来玩 所以总体还是说 泰国似乎今次的变天是会变的 但是就会由巴育 是落了去他讯和阿努廷身上 好了 今天的内容 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和总结? 差不多了 好的 多谢潘先生 多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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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